最近小伙伴在追什么剧,有没有掉进心汉灿烂的坑? 无类根招露四剧对欢喜渊家看点十分精彩,观众们都在等待两人撒狗粮,忍不住就弯出一目笑。 不仅演技在线而且别出心裁,每个角色都赞不绝口,热度收拾都收入囊中。 就在心汉灿烂迎来高潮时,没想到杨子星剧《沉香如蟹》突然涌入其中, 看来也是想分一杯羹了,突然空降播出,让无数小伙伴惊掉下巴。 直呼来得太突然,仅仅一段预告就登上热搜,本以为是一匹黑马,但没想到真正播出却翻车了。 《沉香如蟹》刚播出,前排热搜就挂了《沉香如蟹》的四五条相关词条, 不过争议最大的就是杨子的脸,很多网友都说,杨子的脸怎么硅胶感这么重? 甚至还出现一个词条叫做咽压,意思是饰演杨子炎淡姐姐的女演员孟子义在剧中的造型咽压了杨子。 另外一个难看的词条下也出现了,杨子在《沉香如蟹》中造型的吐槽铁。 我们都知道,仙侠剧本身就是靠男女主演颜值和特效来讲观众的。 成益目前颜值倒是没有看到有人吐槽,女主杨子的争议比较大, 可能也是因为杨子名气比较大,很多人就是冲着杨子来追的这部剧,所以比较苛刻。 我看完这部剧目前放出的五集中的前三集,很客观地说,杨子的演技问题一点也没有,杨子的很多微表情也很灵动调皮, 偶尔会有一两个比较尴尬的表情,显得脸有些虚浮,但影响不大。 毕竟明星也是人,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,所以我对这部剧还是很有信心的。 男二竟然是张瑞,想当初张瑞出演新版《还诸葛格格5ark》这个角色的时候,人气也是非常之高的, 现在出演配角我倒是有些意外,尤其是他饰演的水族刚出场的那两个鸡脚,被网友吐槽丑, 但是后来越看越觉得帅,希望张瑞可以借这部剧再翻红一下吧。 俗话说祸不单行,在大家对陈香如谢失望吐槽时,没想到该剧制片人高杰也出事了, 就像看好时机出来拯救作品,疑似婚内出轨,而且还是自己前妻出面爆的猛料, 消息一出立马成为关注焦点。 7月21日,疑似陈香如谢制片人高杏杰前妻发文控诉其出轨女演员徐凯宁。 他在文中表示,奶奶刚去世没十天就被逼离婚,离婚不到十天, 高杏杰就和徐凯宁在一起,爆料者是一位名叫张君竹的女演员, 15年开始出演电视剧《聊斋心编》的配角,后主演惊悚片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, 后在《叠雪长江》中饰演颜冬雪,出道时间短,没有什么经典作品, 就是娱乐圈的一个小透明,在嫁给高杏杰之后放弃演艺圈回归家庭, 开始相夫教子,夫妻二人15年结婚,16年孩子出生, 男方的大男子主义要求妻子放弃工作,回家照顾孩子做一名家庭主妇, 女方婚后发现丈夫没有生活自理能力,内裤都是妈妈给洗, 自己给男方洗衣做饭倒茶送水, 发长文抱怨自己为男方所做,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, 老公人品差,婆婆也不会好到哪里去, 人前一套,人后一套,经常和老公靠儿媳的状, 这家人真是嫁了一家子,处处被人压一头,还什么都不能说。 2019年初,张君主的外婆生病离世, 高杏杰在张君主处理外婆后世期间威胁要和她离婚, 不然就让婆婆把儿子藏起来, 最后张君主妥协离婚,离婚后儿子由高杏杰抚养, 但高杏杰多次拒绝张君主探视儿子, 张君主说高杏杰离婚后以各种理由不让他看孩子, 对他人格侮辱和恐吓,威胁将他置于死地, 说他不是合格的妈妈,孩子不太在他身边会生活得更开心。 更过分的是,张君主说高杏杰也不让张君主的妈妈看望外孙, 理由是说张君主妈妈有妖气。 张君主提到,高杏杰说过如果张君主给他37万, 作为儿子的学费,他就同意张君主看儿子, 但张君主表示,离婚协议上写了抚养费全部由高杏杰负责, 同时张君主发现儿子经常生病,他非常担心儿子, 但找了律师咨询和妇联都没能得到解决方法, 他形容自己是走投无路。 除了孩子的问题,张君主表示更珠心的是, 有朋友告诉他,高杏杰在他孕期的时候已经出轨了, 离婚不久,高杏杰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年轻女性, 张君主还听闻自己的儿子会叫这名女生妈妈。 张君主的爆料中提到, 这名女生正是陈湘如谢中饰演女反派的演员, 徐凯宁,比高杏杰小十几岁, 张君主说徐凯宁在整个2019年都是没有作品的, 但从2020年开始, 她的资源突然飞升, 出现了与君歌中玉娘一角, 如今还出演了陈湘如谢。 据说高杏杰和徐凯宁的关系被曝光之后, 有网友爆料, 说孟子毅在陈湘如谢中的角色, 本来应该是由女演员叶青出演, 孟子毅是演赢灯的, 但是高杏杰为了捧红徐凯宁, 就把没有什么背景的叶青给踢出了剧, 让孟子毅出演女二, 银灯这个角色就留给了自己的女朋友徐凯宁, 难怪陈湘如谢播出后, 营销号都在夸赞银灯演技好有颜值, 原来是制片人一片私心啊。 目前,高杏杰和徐凯宁都没有回应, 而徐凯宁一天前还分享了陈湘如谢的剧照, 收获一众好评, 最后张君主还表示自己有录音, 不怕高杏杰告他, 如果有录音与证据, 希望他能通过法律维权成功, 觉得他与当时的贾静文很相似, 贾静文在与前夫孙志浩打离婚官司期间, 女儿暂由前夫带着, 为了看孩子一眼, 哭着跪在前夫面前, 只为看孩子一眼, 后来贾静文为了夺回抚养权也是吃尽了苦头, 当时这个新闻也是轰动整个娱乐圈, 最后穷尽自己所能夺回抚养权。 看完陈香如谢制片人家的瓜, 不少网友看后纷纷表示, 这是刚开始就要结束吗? 才刚播出五集就出事儿, 除了这样的事, 且看陈香如谢剧组怎么处理吧, 话说国家提倡演员需得意双心, 陈香如谢剧组接这样的演员, 就不怕一颗耗子时打坏一锅汤吗?